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卡家讲坛 我是主持人一中卡 不对 跑题了 今天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这是一个不包含在中国文化里的节日 想必各位上过政治课的 一定上过文化生活这一课吧 其中 不要打断我 我是老师 这个在文化生活这一课里面 谈到过外来文化与国内文化的关系 对于我们在上政治课的时候 经常谈到的关于外来文化的 外来文化 态度 应该是取其精华 弃其糟薄 因此 在今天 我将 隆重有请 我们的两方队友 来辩证一下 中国人到底应不应该过圣诞节 这一个重大的议题 这个问题中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正方和反方队员 首先有请正方的队员们上场 那么接下来有请反方的队员们上场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嘉欣鹿的一哥 先把你的舌头捋直来再说话 嘉欣鹿有超过两百米吗 好的 两方队员 请听我的指示 首先由正方队员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队伍 你们谁是队长 来个发言的人 首先呢 有我们世界第一美颜黄婷婷婷 还有世界第一笨蛋 丽家爱 还有这个 这个新疆人梦月 为什么是世界啊 世界第一人生导师 赢了 苏景 那么反方队员 有请你也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方实事队长 还有你们这一方队员都包含哪一些人 还有我说吗 对不对 两百米的路也是路好吗 你连一米都没有 我只想对刚刚 我家有个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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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成员 首先 智商能够跟一家爱单挑的冯兴党 我才是最聪明的好吗 还有我们这边世界第一能吃 高诗琪 能吃跟辩论有什么关系啊 等一下 能吃的话就有力气说话啊 就可以不停的说话 就可以跟曾老师PK一下了 有理有决定的幸福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 世界 什么 额头短见识长的 对 林思义 我们真的是一个队的吗 我要跳槽 别挡别挡 来来来来 我们就夸你呢 在团结度上你们知道明显输于那个队啊 来 那么首先正方 不好意思压着脚了 其实我挺怀疑那个裁判的水准的 因为你旁边有黄婷婷 就是 是 不公平耶 不要为自己认输找理由好吗 已经为自己找好借口 不许公然贿赂裁判 不许公然贿赂裁判 我们不许公然贿赂裁判 回味回味回味啊 但是这边不是也有我家的 我家的 是吧 所以两方我是带着公平公正的态度 我们这边 你们那边有阿红 我们有初恋 对 对 如果小鹿你愿意稍微讨好我的话我也可以考虑放放水哦 嗯 好了 开始了 好 那我们先 严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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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过圣诞节的为什么呢 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就是浪漫 然后情侣可以告白 你可以向喜欢的人告白的浪漫 美好的日子 你们都不过圣诞节 难道你们就从来没有就是想过一些浪漫的 我们很想过浪漫的圣诞节 可是你有钱吗 没钱你过什么圣诞节 你这句话也伤害到裁判的心了 你这句话也伤害到裁判的心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再说一遍随便 等一等等一等 我们要充满自诩 那么首先来反方的发言人就是你对吧 嗯 那么好 那下面请你来陈述一下你的观点 首先我们圣诞节对不对 圣诞节不是我们的国定假日 而且圣诞节是外国人的春节 但是外国人为什么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春节呢 外国人过春节的没常好 是这样的 没常识 对啊 那是这样的 外国人不过我们的春节 我们为什么要去过外国人的春节呢 反方你其实只是单纯的觉得今天不放假 有点不爽而已吧 不不不 是的 那好 请问对方编友 反问对方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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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现在我们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世界 我们也要文化全球化 宗教全球化 虽然说那个圣诞节是从宗教而来的 但现在更多是一个举国欢庆的节日 如果没有这个节日 我们怎么能在星期三的晚上 在这里跟大家相遇呢 请反 那么 我只想这里这里 宿景 来来来 他说 那么请反方便有发言 嗯 那个圣诞节都是笨的人过的节日 所以这里的人都很笨 不对 什么都像 我心懂啊 反方 反方 等一下我还有问题 反方似乎感觉大脑短路 不太适于出现在这个亭上面 等一下裁判 我问 警告你啊 公平一点啊 我只是单纯说那一位的 那么下面有请你这位便有钱来 好可怕 我反方有话要说 首先你想要全球化对不对 我就问你 你有钱全球化吗 好 我就问你 你有球吗 我有 嗯 很好 说来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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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期 时期还在发育当中 谁知道未来有没有错 我吃得多 怎么了 他都脸撕个球的 你胸大你来讲 那么下面 肃静 那么下面有请正方便有发言 对 我来讲 如果不过圣诞节的话 我们的单曲浪漫圣诞夜 你来买吗 你来买 还是你来买 对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好像没有听清楚正方在说些什么 正方这位胸大 我们屡直了说话 请重新摆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你根本就是因为看不过人家有谈恋爱的那些 然后你就心里很愤恨 中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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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恋恋 中恋恋 中恋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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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正方便有先来 反过一下 我们现在过节过的是钱吗 我们现在过节过的是过节的氛围 新意 对 是当当 新意 我想说 我想说 反方便有请讲 对 如果没有钱的话 你准备坐等空袭记吗 啊 你给谁看呢 谁进来看呢 我们来圣诞公园呢 等一下 等一下 素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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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有话要说 那这样子 你刚刚不是说你要过有新意的圣诞节吗 首先我叠了个千纸贺 还有冯兴索送你一道人民币 你要什么 人民币叠了千纸贺 人民币 人民币 你给我一个千纸贺 我要 重要是新意 等一下 一块钱有一块钱了浪漫 首先 首先我觉得刚刚那个圣邦 但是 再说一些 再说一些不靠谱的谣言 首先Sawoky没有一千万会给你 而且 而且 而且Sawoky今天不过圣诞节 对啊 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房间 对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们这边 抱着Sawoky的抱枕默默的流泪 是 没有 对于你来说 不管是谁还是一千万 比较重要吧 你们跑齐了两方便有 回归正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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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两方哪方要先 陈述一下最后陈词总结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不应该过圣诞节 如果有圣诞节 过圣诞节不是我们国定假日 如果是国定假日的话 你还是要穿这剧场女生 剧场女生衣服 你还是要穿这个最美之人的衣服 站在这个舞台上吗 你就可以一起玩了 可是你刚刚说圣诞礼物的时候很开心 是不是圣诞节收到礼物都开心 可是不管是不是圣诞节 大家收到礼物都开心啊 没有我们反方便有路婷 是从心里爱着圣诞节的 我们都知道 不是我们不是因为喜欢圣诞节而收礼物 我们是因为喜欢收礼物 而过每一个节日而已 对了 对啊 那就对了 那圣诞节的发生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光明之大 收礼物的借口 好 中国节日千千万 何必在意一个圣诞节呢 稍等稍等稍等 多一个不是多 稍等稍等稍等 好 好好好 那么下面反方来选一个人 做一下最后成词 好吗 我刚刚已经总结过了 那好吧 下面有请正方来了 这我们正方觉得 对面就是一群 肤浅的 他就是只想着钱 或者是钱 还有礼物 这种肤浅的东西 如果你 心意 等一下 我还有话说 等一下 等一下 请问对方边有知道 圣诞节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吗 知道吗 对 是从邓爷爷提出改革开放开始 对 你知道 我们伟大的 邓爷爷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上台之前查了百度百科 不是 我们伟大的邓爷爷 那请问你知道百度 是什么时候在网上传入中国的吗 对啊 百度不就是中国的吗 你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搜索的 我们伟大的邓爷爷告诉我们 要勇于接受外国的文化 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去 没有没有 中国才能走上国际 难道你们要违背伟大的邓爷爷吗 好好好 两方都 不行 一定要让我变回来 两方都求一求 不行 今天一共有至少十二个国家不过圣诞节 因为 阿联酋 可是这十二个国家没有我们中国 反正是伊斯兰教的 他们没有邓爷爷 他们没有邓爷爷 对 好好好 等一下 我觉得刚刚正方在胡搅蛮缠 你这个关于这个什么事情 你没有听过一首歌吗 听爷爷的话 好了好了 很好 两方都有理有据 但是 无论 这方是认为该过圣诞节 还是这一方认为不应该过圣诞节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共度圣诞节 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 在这里最后感谢大家今天购买我们的圣诞大礼包 以及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原来是购物频道 对 我们是表演嘉宾队吗 我们是表演嘉宾队 我们是第一克里斯马斯 就这样 其实我是想过圣诞节被拖过去而已 大哥你们 我也想过圣诞节 我是被大哥强行拉到这个队 那么就请欣赏我们下面的曲目吧 拜拜 有曲目吗 拜拜 有曲目吗 有曲目 有曲目 有你 有曲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